ÁAAA-K ~~~~~ 大家好 接下來要教你們做卡通禮物盒的做法 後來呢我先示範的款式是小熊維尼款式 後來你們任何的卡通或哆啦A夢啊 米奇米尼還是一些其他卡通都是可以用這樣做的方法 後來呢我們的一樣是用13公分的禮物盒的大小 做法跟基本款一樣只是把四個愛心 邊邊愛心改成卡通而已 後來呢我們接下來準備的材料有 韓國水彩紙 它是4K大小 要做就依你的卡通的顏色做選擇 我選擇的今天是選擇黃色 後來呢蓋子也是選擇黃色 接下來它的袋子跟十字一樣是用4K的紙 你可以選擇單底紙分彩紙或者是西木紋紙都可以 顏色可以看你自己喜歡什麼也做選擇 接下來準備的工具有保麗龍膠 尺 橡皮擦 後來點鑽筆 可以用沒有水源之筆做代替 還有剪刀自動鉛筆 跟雙面膠 還有 可以準備這種奇異筆 跟這個 這是蜻蜓牌的雙頭彩色毛筆 它畫起來比較特別 接下來呢我們就開始要進入製作卡通禮物盒的動作了 首先呢就是做卡通禮物盒有三種方法 可以以你自己喜歡的做 有的人說它比較不會繪畫 所以想說可以用彩色影印嗎 印下來有沒有 你就可以把它這個頭貼在這邊 貼在這個你的禮物盒的邊邊 大小可以自己做調整 或者是說 用拼貼式的 就是剪兩層 這樣一層一層疊上去的 方式也可以 還是說 想要用這種 奇異筆 色纖筆 幫它做黑色描邊框就好了 今天我會選擇教大家最方法 最簡單一種 就是用奇異筆 描這個邊框 做卡通的禮物盒 像是你們常會問說 那我們今天做的圍尼只有一個單一個顏色 比較簡單 那平常我們遇到的有米奇有兩個顏色 我們就先選擇它原本的顏色黑色 你的底就可以選擇黑色禮物盒 再把它臉部白色的部分把它剪下來 貼上去 五官可以用繪花剪的都可以 之後就可以把它黏在這邊 四個邊的禮物盒 還是說 哆來夢也是一樣 也是選擇藍色底 後來臉也是選擇 白色的臉 再把它貼上去四個邊 那我們今天就示範小熊維尼的開始了 首先呢 一樣呢 就是先把它 畫好 13公分的九宮格 畫好以後呢 我們再用點鑽筆 把他這個折線 都用點鑽筆畫過 畫好四個角 也要畫過喔 畫好以後呢 我們可以找 找一張13公分的紙 13公分的紙 畫一根剛才一樣 就是凹一半斜三角形 這樣子 後來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這一邊 畫得你要卡通的臉 一半臉 再把它做採剪下來 任何卡通的做法都是一樣的喔 這樣兩邊的臉 就有對稱了 後來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你剛才畫摺線筆的地方 幫它做對齊 就是這邊的線條跟原本的摺線做對齊 之後再幫它用鉛筆 幫它描上它的外框 描好以後就會把它拿開 這樣臉就會有左右對齊 之後再用鉛筆畫上它的五官 後來呢 如果你是自己用彩色影印的話呢 一樣幫它對摺一半 之後再把它黏上去 一樣線對齊 你可以用保麗龍膠黏上去 這樣比較容易牢靠 這樣也是一個方法 後來如果之後我們就是畫完以後 描好以後呢 我們再用奇異筆 幫它描邊 幫它描好 我們再用來 幫它們 幫她描好 幫它描好 描好 好 後來五官一樣,也是用奇異筆,幫他瞄邊 這樣子小熊維尼四個邊都以此類推這樣子畫 如果你是做特殊款,不是小熊維尼 是兩個顏色以上的卡通的話呢 我們底例如是黑色,後來這尺的把它黏上去 黏好以後,你一定要記得用點鑽筆 把卡通再畫一次折橫線 這樣子等一下剪好比較好折 這樣子 任何的卡通都是一樣,就是你只要四個邊有做好 再畫一次折橫線,最後比較好折 那我們接下來就把它做剪下來的動作了 那我們將剛剛的禮物盒,這個四個邊都剪好以後 再把它折起來 切記禮物盒不要用粉材質或者是單底質比較軟的紙做外盒 這樣比較容易破掉,後來比較容易比較軟 這樣子我們第一層,卡通的第一層就完成了 大家好,今天要教的是禮物盒 有人叫爆炸卡的基底的教學影片 還有要教學卡通禮物盒的做法 首先呢,那我們第一個先教基本款的禮物盒基底的做法 首先要準備的材料有 瓦嫩子 它的那個盒子,我想要做粉紅色的 後來要準備的大小是4K的大小 後來選擇瓦嫩子要注意的地方有旁邊這邊的縫隙 它的縫隙如果是白色 或者是說紙張原本的顏色 都是沒關係,不會破掉的 旁邊這個縫隙只要是牛皮紙的顏色 就不能選擇 它這一奧就會破掉了 後來呢,蓋子的話 也是選擇瓦嫩子 如果你們想要選擇其他的材質 有可以選擇木蚊子 它的厚度比較厚,還有小玉子 這樣子盒子才不容易破掉 才可以維持比較久 接下來他們的帶子跟十字的部分 也是要選擇4K的大小 你們可以選擇西木蚊子 或者是粉彩子、單笛子 都可以做選擇 接下來呢,我們這個禮物盒 旁邊還有4邊的愛心 你們可以選擇喜歡的花蚊子 坐旁邊4個愛心都可以 接下來準備的工具有 剪刀 雙面膠 自動鉛筆 點鑽筆 可以使用沒有水的原汁筆做代替 還有尺 橡皮擦 保麗龍膠 將這些工具準備齊全後 那我們接下來做第一個步驟囉 首先呢 先將禮物盒的盒子這邊 它是13公分的9公格 每一個都是13公分 這樣子9公格 畫好以後 它的4個邊 這邊斜線的地方 幫它畫線 這邊 這邊全部都要用點鑽筆畫過 這樣比較好摺 很多人問說 那4個邊的愛心 怎麼可以畫對稱呢 我會剪一張13公分的正方形的字 幫它斜對角 凹一半 變成這樣子 這樣子之後呢 這邊畫一半的愛心 再把它用剪刀 把它剪下來 剪下來後打開 就是一個愛心了 後來呢 我們就先把它量好13公分的9公格後 就用點鑽筆 幫它每一條線都用 這個畫過一次 這樣等一下比較好摺 因為我剛才原本有先畫過 所以先示範給你們看 還有這邊 這個角角 也要斜對角幫它畫過 4個角都要畫過 畫好以後呢 再拿我們的愛心這邊有摺痕 對好這個斜對角這裡 畫上去 4個角都是這樣子畫 畫好以後呢 就可以把它這個 邊框 把它剪下來 將剛剛的往刃子剪好 變成這樣子 就是有4個邊的愛心 接下來我們要照著這個 剛才有畫 用點鑽筆畫的摺痕 先把它摺起來 4個邊的愛心 要摺一下喔 外面也要摺一下 這樣等一下會比較好摺起來 這樣就做好第一層 啊它有4個邊的愛心 後來接下來我們可以 把剛剛這張紙的愛心 這邊一半剪掉 後來再畫 再剪比它原本的愛心 再小一點點 這樣這個剪好以後 我們再將拿剛剛準備好的花紋紙 你可以選擇你喜歡的圖案都可以 在這邊背面 幫它描上8個 要給它貼4個邊的愛心 後來呢 我已經有先把它給做剪好了 剪好8個愛心了 接下來我們用保利龍膠做黏貼的動作 黏這時候呢 不要黏到剛剛那個中線喔 這樣等一下摺起來比較好摺 差不多就黏這邊有沒有 就是不要黏到它的中線 這邊都不能黏到 邊邊啊兩邊都不能黏到 這樣子 後來另外4個邊 都以此類推這樣把它黏好 就完成 基本款的禮物盒的基底 後來等下這樣做第二個步驟 接下來呢 我們要教做禮物盒的袋子 接下來呢 第二層 你們可以要選用4K的紙 後來呢 可以選用單底紙 分材紙或細木紋紙都可以 後來呢 它是12公分的9公格 就是每個 就是每一個都12公分 畫9公格 接下來這邊 這裡有打叉叉的地方 這邊要剪開 剪12公分 這邊剪12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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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 第一個剪12公分 剪12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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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之後再摺起來 比較好摺 要摺以前這邊都要畫 用點鑽筆或摺線筆畫過一次 這樣摺起來就漂亮 只要你做卡片過程當中 有需要用摺到的東西 都要這樣用摺線筆畫過一次 這樣摺有沒有 接下來我們這邊邊邊直接把它黏上雙面膠 你可以選擇比較漂亮的紋路槽外面 比較不好看的紋路槽裡面喔 然後我們的雙面就是黏在這邊 把它撕開 再把它黏上去 這樣子 就一個袋子了 畫另外一尺 三個一尺類的圖 就這樣黏法喔 這樣剛剛這個袋子 三個邊都黏好以後 就變成這樣子 可以裝東西了 接下來我們上面會幫它打個圓 我拿50塊硬幣畫的 就是畫 你可以選擇你要大的洞的大小 後來之後畫好以後 再把它剪下來 再把它剪下來 這樣子 後來這樣子之後就把它轉過來背面這裡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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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喔 要黏上雙面膠中間的部分 等一下要黏在禮物盒上面 袋子呢 卡通款跟基本款的做法都是一樣的 那我就示範一個 這款式把它黏在卡通禮物盒上面就好了 後來這個小熊威尼的禮物盒 成品會把它當成 粉絲團破6萬的抽獎活動喔 我們就直接把它黏上去禮物盒 黏在中間這邊 後來你就左右兩邊上下對齊 再把它黏上去 再把它折一下 這樣子就可以放東西進去 這樣子就可以放東西進去 就會放東西進去 都不會掉出來 這樣我們袋子的部分就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做第三個步驟是做禮物盒的袋子的部分 卡通禮物盒也是一樣的做法喔 後來呢,我們就是一樣是11公分的九宮格 後來呢,畫好以後把四個邊 叉叉 把它裁剪掉,就變成十字了 後來我們使用的紙張大小一樣要4K的 用雲彩紙、粉彩紙、單底紙 西木紋紙都可以,看你喜歡的什麼款式或紙張的觸感都可以 後來呢,我們接下來就是幫他開始畫 11公分的九宮格 畫好以後使用 折線筆 幫他畫過 這樣等一下會比較好折 剛剛有先把它畫過了 接下來我們要做彩剪的部分 把這四個 剪掉 就有變十字了 我已經先剪掉兩格了 接下來剩下這兩格 如果有喜歡教學影片的話 可以將 YouTube幣按訂閱 之後如果有拍攝一些新的影片 或者新的作品的話 你們就可以看得到 後來可以將我們的粉絲團 按搶先看 因為小薰沒有買 廣告 還有曝光率 所以每一篇發文曝光率都沒有很高 所以都是要花錢 才曝光率比較高的 所以你們可以按搶先看 這樣打開粉絲團 打開你們FB就可以看到我們的作品 跟最新的資訊 後來預計在 情人姐 跟父親姐前夕會辦一場在台中 東海商圈附近的免費教學活動 如果有喜歡的話 可以先按訂閱活動 之後會PO在粉絲團上面 這樣子 四個角剪完變成十字了 有沒有 就這樣子 再幫他遮一下 之後將他背面這邊 黏上雙面膠 有在剛才 就是說 以前是高低 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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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 shirt 你們要用3M的雙面 將它黏性比較夠 後來比較能夠持久 再把它撕開 接下來可以把它黏在禮物盒上面 一樣黏在正中央 再把它往前折一下 這樣子袋子的部分就完成了 之後第二層的抽卡我們可以放上卡通圖案的臉 或者是說你剪下來這個正方形 也可以把它放進去袋子裡面 你可以看你喜歡放哪一種都可以 接下來我們做第四個步驟是禮物盒的蓋子 後來卡通款的蓋子一樣的做法 後來首先呢 我們就是邊框 它邊邊是5公分 後來中間這邊是13.5公分 這邊是5公分 這邊5公分 這邊5公分 這邊13.5公分 剛看得到手繪圖嗎 後來之後呢 這樣畫完一個正方形以後 這邊5公分的角角 把它斜線畫一下 變成兩個小三角形 外面這個叉叉是要剪掉的 後來這邊有畫紫色的地方 先5公分把它剪掉 要剪掉 這樣子 這個蓋子 那我就 我是要做維尼的示範給你們看 所以選用黃色的 這個紫張一樣要用4K的大小喔 一張4K的話可以做兩個蓋子 後來那我第一個步驟就開始先把它這個 黃色這邊先剪掉 先剪旁邊4個角 好 記得那個要折線的部分 要用點鑽筆子 畫過再折比較漂亮喔 就變成這樣子 4個角形都要變這樣子 接下來我們要剪旁邊這邊 剛才跟你們講5公分的地方 剪旁邊這邊 剪完就是這邊 5公分的地方剪掉 就有四個角 這樣等一下要做黏天的動作 把這邊剛才摺線的地方都摺好以後 一定要使用保麗龍膠黏喔 如果用雙面膠的話 很快就會開花了 在這個小三角形的地方塗上保麗龍膠 要買那個巨輪牌的比較好用 它的黏性比較夠 乾的速度也比較快喔 做禮物盒的話就不見用膠水 因為這樣紙這樣都會皺皺的 塗完的時候要等它乾一下再黏上去 這個現在教學的影片的小熊維尼禮物盒 會當這一次粉絲團破六萬的抽獎的禮物喔 後來還有再插七百位粉絲就破六萬了喔 之後要把往這邊凹 往上黏 這邊輕輕把它壓一下 這裡就是要這樣黏起來 邊邊要對齊 這樣子這個角這邊黏上去 四邊都是一樣的黏法 之後換這邊也是一樣 腳要壓下去 它這邊就是這邊要黏到 邊邊這邊要對齊 另外這邊也是一樣的做法 兩邊塗上保麗龍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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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一樣塗上保麗龍膠 再把它這邊黏上保麗龍膠 再把它這邊黏上去 這樣子蓋子就完成了 這樣子蓋子就完成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把它蓋上 我們剛才做的小熊維麗禮物盒上面 然後就把它蓋上我們剛才做的小熊維麗禮物盒上面 然後就把它蓋上我們剛才做的小熊維麗禮物盒上面 這樣就幫它蓋上了 它外面也可以做小熊維麗的圖案 你可以選擇看它怎麼做都可以 一樣用就是剛才繪畫的方式把它貼上去 大小可以自己做調整 還是這樣打開就變這樣子了 剛就完成了 小熊禮物盒的基底的做法 剛剛有做基本款禮物盒的做法 現在已經把它完成了 就袋子這邊 十字抖抽卡 做法就是跟剛才示範的一樣 後來呢 比較特別的是它蓋子的部分 我會黏上斷帶這邊 裡面四邊都會黏 因為這樣子收到禮物盒的朋友 這樣比較打開以後 可以蓋起來像禮物這樣子 比較不用擔心它不會綁斷帶 這樣子就完成 兩款的禮物盒教學了 如果有喜歡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讚或分享 給喜歡做手作的朋友 還有很多人都會問說 就是機關怎麼做的部分 像我都是照網路上教學這樣做 我後來只是幫它加上卡通圖案 做點小變化 就會跟原本的教學不太一樣 後來你們可以從 點相簿的地方 粉絲專業的相片點進去 後來有相簿 還有尺寸在上面 後來每個機關點進去呢 這邊都有文字介紹 參考資料來源的影片 點下去都可以連結到你要看的網址教學 還有一個問題可以在粉絲團 上面留言詢問給我 我就會回覆給你了 這樣子 後來之後就等到粉絲團破六萬的話 就會抽獎這個禮物盒出去囉 謝謝大家支持喔 那就這樣子囉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